我今天不用浪費你們的時間 我把皮燒掉了 為什麼我告訴你這件事 因為我這個問題 對我支持野生困擾很久了 只不過我浪費一定時間 為什麼? 蘋果很多人都不喜歡吃 為什麼? 不喜歡吃它 它硬很難吃 所以我呢 之前我燒掉了皮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它很硬 當我們做燒烈也好 吃蘋果也好 我們浪費一點時間 對於我們帶窄牙的人 哇! 真的非常好 現在發明的公主真的很方便 我們不需要刨屍 刨屍也不投資 就是用耙子 為什麼? 這個耙子 你要做燒烈也好 吃蘋果也好 你不會吃到牙齒很痛 牙肉很痛 熬得很多 那我們把它薄薄燒出來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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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出來 給點耐心 因為 不可能 為什麼很多人看到蘋果 不用吃 不用 看到 它很硬 咬起來也不舒服 你不可能什麼 炸果汁 做果汁 也很麻煩 所以我用這個方法很簡單 我沒有時間吃 我不浪費 一點點都省起來 我燒了一大堆之後 其實浪費多少時間 不會的 只不過你的感覺 炸得很久 然後呢 將它很薄 鯉啊 鯉籽啊 挖著 鯉一種水果 那你用這個方法 泡薄片 然後呢 泡薄片 將 那個碗 一個 刀起來 然後放點沙律 然後 這樣 拿去 然後 為什麼 它用熱咬 牙肉 不會感染你 痛 所以好多人 包括我 自從發明一個方法 就這樣 我不怕吃蘋果 我不用害怕吃蘋果 為什麼 我牙肉 不會痛 因為 你一滴滴 咬在嘴巴裡面 很硬 吃 半個的 你感染嘴巴不舒服 就是因為 這個方法 要做得對 就是一塊薄片 我那個嘴巴 真的很舒服 吃起來很舒服 一用進去就是這種 比我們的 懶多人 對不對 好 我解釋了解釋你了 希望你們用得著 拜拜